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 便是空间解禁 这火毒的服饰器竟如此厉害 输了太多了 必是逼不过去的 还好有迷惑 不然就算知道这是快宝地 我也不敢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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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里的能量 居然对灵魂力量也有增幅效果 这样原地修炼 只能被动吸收能量 效率实在太满 三星灵魂是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动静 难道是娇颜 坦德无厌的江湖 他是怎么潜入那么深的潭底的 绝不能让他得者 把这些能量晶石都夺回来 火毒 火毒太强了 再往下定会本身最补 小眼 已经两个半月了 这次进入血痰修炼的年轻人 除了硝烟以外 其他人可都早就离开了 我体内的硝烟还必须仰仗他出手化解 若今天之内他还没有动静 我就进入血痰之地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眼下这情形也只能如此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小子 不会真有突破斗踪了吧 若真是如此的话 他将是第一位在血痰之内成功突破的人 老师留下的灵魂印记 你们这么多男人 联手欺负一个女孩子 说出去 也不怕丢了地灵门的脸 小 小眼 你 没事吧 没事 多谢你出手相救 看来阁下 这是想要英雄救美了 现在立刻离去 我也不为难你们 口气还真不消 兄弟们 上 好 哼 几年未见 我还是被他远远甩在身后 实力不错 你家小眼 与风雷阁起冲突的就是你 小眼 小心一点 他很强 他们为何要对你动手 为了通灵白虎 此灵魂 能免疫前方迷阵 对视线和灵魂力量的压制 并在迷阵中指引方向 之前 碰巧被他们发现我拥有此物 便被盯上了 我对你的白虎可没什么兴趣 那几个废物需要而已 我只是受人之托帮个忙 白虎就别想了 你们走吧 这就难办 受人之托中人之事 我王臣 可是一言九鼎的 王臣 王全哥的王臣 小眼 要不将白虎给他吧 传闻着王臣 深信誓杀 实力早已在斗黄巅峰 放心 好 有魄力 不过 太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 是少 有 小心 有 这王臣势力虽强 但对我没有太大威胁 匿火正好压制他的暗术性斗器 难怪能让唐英那般看重 的确有几分本事 今日之事就此做棒 我会在天山台上等你 你没事吧 先找个地方 调理你的伤势吧 嗯 这次多亏你出手相助 嗯 你 你也是想去那天山血潭 嗯 虽然以我的实力 想挤进前十 还挺难的 不过来一次 也算是历练吧 此次血潭之争 抢手如云 你老师怎么会放心 让你一个人前来 我总不能事事都依赖老师 想要变强 必须靠自己 这几年 你们在中州还好吗 这些年 老师带着我走走停停 遇见了许多人和事 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 老师说 心静了 人生才会风轻月鸣 那就好 我也要去天山血潭 你可以跟我一起 嗯 不会拖累你吗 我对天木山脉 一点也不熟 你在的话 我也能省心不少 嗯 那走吧 快到弥阵了 我们有通灵白狐 倒是不用担心 嗯 不过越靠近天木山脉深处 我们越要更加小心 特别要注意 不能得罪这里的原著名 士经蜀族 魔兽家族 实力如何 士经蜀族 虽然大多是二三间魔兽 但数量极其庞大 他们组长的实力 也是堪比六星斗宗的强者 进入血潭的十个名额当中 士经蜀族占据齐二 这么说 只有八个名额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士经蜀族占据着地利 看来士经蜀族 确实不宜招惹 真是憋屈 不行我们直接进去 试上一试 别想了 这弥阵极其诡异 没有通过之法 进去也是送死 难道咱们就这样 两手空空地回去 我可对不起这人 这是 黄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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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是太恨了 是不是 嗯 嗯 嗯 哎呦 这是 呦 护花使者还真称职啊 竟一路护送到了这里 小妍 你该不会是看上这女人了吧 关你何事 哦 对了 忘了提醒你 那女人身上 能看穿迷阵的通灵白虎 可是个宝贝 一定要看好了哟 啊 通灵白虎 被狐狐客 呵呵呵呵 sogenan 都是 救星斗花 透亮救星 靠近十米范围车 杀 八明的火 若真要动手的话 即便是硝烟 也要暂避疯了 诸位 血痰机缘就在眼前 我错过了就得再等三年 他能耐再大 也挡不住我们这么多人 诸位 可再一起上 还物在这女人身上 停 他 他 作曲 莎杨 白虎是我的了 你先进去 我在迷这门口等你 拦住他 解分是浪拳 小子 手段平衡了 居然把这些家伙全部收拾掉了 不过你将这里弄得那么乱 难道就想一走了之 窦宗 这天梦山不是实力过强者不能进出吗 莫非他是 晚辈萧颜 拜见诗经蜀族的前辈 小家伙 眼光还不错嘛 小子鲁莽了 这些气球丹用来恢复斗气 效果还不错 还望前辈勿怪 小家伙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顺眼 没事 这地方我会让人收拾的 那便多谢前辈了 老夫名叫金谷 别叫什么前辈 小家伙 你是炼药师吧 炼药师对我们魔兽一族来说 实在是稀罕呢 行了 你先进去吧 有那小女娃的通灵白狐 通过迷阵 不成问题 多谢金谷前辈 若这个小家伙的炼药水平 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倒是能省去不少麻烦 灵魂力量竟无法扩散 这弥阵果然棘手 好 是我 这弥阵能阻碍视线和灵魂力量 不过 我们有着白狐隐瘤 想要出去并不难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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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 没想到今年四方阁同时 把他们几个派了出来 真是倒霉 那小子 不会连这天山台都倒不了 请诸位做好准备 创官即将开始 官是高看他的 抱歉 来晚了 这是谁啊 希望没有耽误闯关 这人是谁 赶得倒挺强 不认识 我只知道啊 又多了俩人抢那四个名额 不过 这小子看着挺变熟啊 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是啊 到达这里都如此勉强 凤雷北阁 竟然连这种废物都解决不了 等血潭之事了结 帮北阁勤了他 老夫释金蜀族组长 金石 不认识 各位既然能到这里 想必都不是寻常之辈 也清楚天木山的规矩 只有通过了我族所布置的关卡 才有可能得到另外八个名额 这次的关卡并不难 只需各位在半个时辰内 抵御这实体上的水潮阴波 顺利抵达山顶便算通过 水潮阴波阵 这 士金蜀族的阴波攻击 可是出了名的厉害 士金蜀族最擅长的 就是阴波攻击 能无视斗器防御 如此庞大的阴波齐发 恐怕斗皇都难以支撑 看来此次能够通过的人 不会太多 阴波攻击 倒是与士虎最近阴波有相似 能否顺利通关 就看诸位的本事了 闯关 开始 提醒诸位 你们总共只有半个时辰 过时不后 你看 他们少了 金石前辈 花骨门狐牙 狐城 前来闯关 阴波阵 会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强 你们可想好了 他俩的实力竟然毫无招杂之力 幻成是我们 估计下场也不会跑的 这阴波阵果然棘手 待会你用斗器堵住双耳 跟在我身后 是金属的阴波能直接侵入大脑 就算我堵住双耳也没有用的 我能走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 你不用顾忌了 阴波斗器 能否成功 我试试怎么会知道 这般蛮床肯定是不行的 得动动脑子了 下一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喜欢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